哈囉 大家好 我是屏 那我們進去繼續聊一下 我們Pokemon Master 寶可夢大師喔 那昨天的話呢 基本上我是沒有打我們的活動啦 那今天就跟大家一起來看一下 活動關卡裡面到底是什麼東西 聽說好像有很多人都已經把東西都刷完了喔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活動 那這次的活動的話是個劇情活動是非常頂點的人喔 基本上他是開了差不多有26天 今天是9月4號嘛 所以是開了差不多有26天 9月30號的話會做一波截止喔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活動到底是在講什麼喔 應該就是介紹侵略的一些東西啦 然後再來就是要跟他挑戰這樣的感覺喔 然後應該就是要跟我們的大鼻鳥打 那上一次的話我們也有抽情侶了 但是是基本上5000多的鑽石是全部都已經共骨了 所以就比較可惜一點點喔 那這個故事劇情的話可能就留給大家看 我可能就看快一點 因為這個就讓大家來體驗一下喔 那好像還滿多人也都抽到大鼻鳥了 那我真的就是不知道我到底出了什麼事情喔 所以就會比較麻煩一點點 我也是很想要抽到大鼻鳥阿 那光打其實我覺得這遊戲的鑽石送的還算是蠻多的啦 所以大家可以就是去試試看喔 這邊的話我們好像就是要和清律組成零食的隊伍 所以我們應該可以把他當隊友的感覺喔 然後這邊的話就要開始來打仗 哇塞 這邊的話用的隊伍是我們20等的隊伍欸 所以你不能用你原本的那些隊伍 所以可能打起來的話真的會比較有點困難一點點喔 那我們這邊的話先開一下凹頭看一下能不能凹頭喔 如果可以凹頭的話就好 如果不能凹頭的話可能就會比較尷尬 因為這邊的話寶可夢不是我們之前電的那些寶可夢 所以可能會比較麻煩一點點喔 我們來看一下 哇塞 不用阿 完全不用擔心阿 這大鼻鳥是怎麼一回事 太強了吧 完了完了完了 這活動關卡根本就是跟你講說 你一定要去把大鼻鳥給抽出來的感覺你知道嗎 真的好強喔 而且他的二技基本上好像是一個範圍攻擊招式欸 所以大家如果就是還沒有看過大鼻鳥一些招式的話 可以來打一下活動關卡 基本上你就可以看到那個 活動關卡裡面的大鼻鳥 當然是長什麼樣子囉 好 這邊就是下一個故事 欸 所以真的還滿強的欸 而且他是兩格的能量條就可以發一個範圍型攻擊 跟我們雷秋就是不一樣 因為雷秋基本上他是三格的技能條會發動一次範圍攻擊喔 兩格就可以發攻擊也太猛了吧 好 那這邊的話是另外的故事喔 那我們這邊可能就要先來看一下這個故事劇情到底是有多長喔 因為搞不好其實他也只有開三格的話 可能就會比較少一點點 那這個的話好像是有多人模式的 所以待會我們把這個空關劇情之後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是不是 能夠來看一下我們那個多人的模式喔 那大家可能會懷疑說我到底有沒有在看劇情 其實我是有在看劇情的所以大家不用擔心喔 其實我都有慢慢在看劇情 只是我就看的比較快一點點 哈哈哈 因為這款遊戲基本上他是沒有全角色配音的 就是他講話是全部不會講出他的日文的 所以就不用去聽他們講話 就只要看字就好就可以看蠻快的 那這邊的話好像又有另外一個battle模式 所以基本上其實 你看我們現在打了四關卡 每一關卡都來送你鑽石 所以就還算不錯喔 再看一下 不會下一回又是開一個auto 然後又是靠我們大兵鳥直接打爛了吧 那大兵鳥真的讓我有點想抽了你們知道嗎 因為剛剛的話其實他的範圍技 我覺得就可以來抵消一下我們就是 昨天介紹的那個雷秋了你知道嗎 因為雷秋基本上他是三個技能才可以打一個範圍 但是我們這邊大兵鳥 兩個能量條就可以打範圍技耶 那刷關卡就更容易了你知道嗎 因為目前來說其實 活動關卡跟我們一些就是 素材關卡是開的還蠻少的 所以目前來說如果你真的要就是 玩高可夢的話 你可以先為了後面的那個東西來鋪路 因為這的話因為出很多就是寶可夢嘛 那你為了要讓我們之後的寶可夢 就是打的更好 或是能夠更快的就是把它養起來的話 你就必須刷更多的素材 所以我覺得多一隻範圍技能角色的話 來就是打一下我們的那個素材關卡 因為都是不錯喔 好 又是一個故事 其實這整個 這整個活動基本上也不用什麼打 你就是過來看一下故事劇情 還有看一下那個大鼻鳥耍B有沒有 太扯了你知道嗎 大鼻鳥兩技就是可以發一個範圍攻擊 真的是太強了啦 就是可以直接一直刷素材 真的很猛喔 很厲害喔 那像我們這個故事地方的鑽石的話 好像是拿10顆啦 然後我們打鬥的地方的話 鑽石是拿30顆 所以這邊的話 10、30、40、40、10、50、50、30、80、90 大概會拿到120顆吧 感覺這個BOSS關卡應該又是最後一關了 那這個BOSS關卡我們再看一下 是不是能夠再AUTO下去喔 如果能夠再AUTO下去的話 我覺得這個活動的話 基本上大家可以AUTO過來AUTO過去 那比較需要去刷的可能就是 我們那個多人的模式吧 來看一下喔 哇 結果這邊居然是用我們的火焰龜龜啊 不想用火焰龜龜啊 我們繼續用我們的那個 空氣利刃好不好 GOGOGO 那電腦AUTO的話 基本上他都會幫你擺一大堆那個 就是我們那個就是 特性全部放完才會開打 那其實我覺得這一次的話 這一次BOSS應該也是滿尷尬 因為BOSS這邊的話 他們抗的屬性啦 就是剛好被我們大兵鳥克 所以大兵鳥這邊打會覺得滿痛的 這樣感覺喔 所以11勝的話可能還是要抽到大兵鳥之後 然後帶他上場之後才知道他到底厲害喔 這邊的話我們可以看一下拍主招式了 那昨天有讓大家看一下我們拍主招式啦 然後 基本上是還滿帥的 看一下名字 世界最強之暴風 咻~~~ 直接把怪力678 其實也還好 伊卡路斯 不是不是伊卡路斯 路卡利歐其實我覺得會比較帥一點喔 白獵拳 喔喔喔喔 還好 這邊的話我們這個活動的關卡 那個角色全部都是20等的啦 那這樣被打其實也沒有說很痛喔 所以代表對面的王應該也是還滿簡單的 所以大家不要看到大兵鳥現在很強 就拿去打一些就是 EX關卡或是一些比較麻煩的關卡發現 欸 怎麼都打不贏這樣子 也是 也是會比較可怕喔 欸 可是這邊的話我們就是 使用了我們拍主技能之後呢 這邊快多了一招叫暴風欸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就會直接使用這個暴風喔 所以他跟我們的路卡利歐一樣 就是有一個新招式這樣的感覺喔 來看一下 暴風的話呢 695 應該還不錯 所以他也是之後會變形的 變形的話會有一些新的招式 新的技能這樣的感覺喔 就是感覺 喔好想要喔 完了 怎麼辦 越看越想要大兵鳥了我的天 但是目前來說啦 我都還是想要慢慢先存鑽石 還不想要課金喔 因為一開始會先選擇課金的原因 是因為有一個必中五星啦 但是現在課金的話也不一定會拿到五星 所以就比較尷尬喔 好 這邊的話應該是把我們的活動全部打完了 對 全部打完之後呢 來看一下是不是有地方可以刷 應該是要開始刷多人的感覺吧 欸 還有欸 居然是還有欸 那就繼續打啊 可是這邊 喔 等級提高了欸 35 那看來這個活動真的還滿長的 而且很長之外呢 又有很多鑽石 所以 雖然是還滿送的啦 基本上這款遊戲它的寶可夢送很多 鑽石也送很多 主要來說就是要耗費大家的一些時間去刷一下關卡 所以可能會 初期我覺得都會比較拔位一點 畢竟這款遊戲才剛出嘛 那大概可能就是要再等一段時間 才會知道這款遊戲主軸到底能夠玩什麼東西 因為如果之後有開一些就是隊伍對戰的話 或是跟其他玩家對戰的話 我覺得應該會更好玩喔 因為目前來說 就是只是讓大家一直在刷我們的寶可夢的素材而已 那基本上如果初期的話 初期現在選擇的話我覺得就是比較少一點點 所以後期要看一下就是之後會多出什麼新功能之類的 那個可能是我比較期待的 不然目前來說的話 大概就是每天開個手機掛掛台這樣的感覺喔 好 目前來說這關的話可能就比較難一點點了喔 但是我們應該還是可以凹頭到底喔 而且待會的話我們就會開出牌組連組 好 牌組連組開起來之後呢 我們的二技啦 就會變成三個技能條的那個暴風喔 但其實我覺得如果暴風不適合範圍技的話 其實我會比較想要一樣留我們二技能那一招 因為二技能那招的話基本上是可以打一個範圍的 其實對於刷關卡或是打一些敵人來說的話 都算是還不錯 因為範圍嘛 你是打三隻中兵 你是打一隻好 而且基本上傷害也不及有 而且基本上我覺得其實三個技能條 真的要等超久的時間 除非你有一些就是幫忙加一些我們技能條的角色 但是你看AUTO的話他是不會幫你加的啦 看來這邊的話不知道 可能要自己控制囉 看一下啊 暴風剛剛是沒有打出去啊 所以暴風的命中率也是頗低是不是 欸 真的欸 暴風其實命中率沒有很高欸 那我應該不要開拍組才對阿 因為你開拍組之後呢 大平鳥的命中率變低 而且又不能打範圍了 這樣很容易被打死了 好啦 看來這邊要守控了 尷尬一波 可是搞不好皮卡丘可以打贏喔 不要小看我們的小皮丘喔 加油 直接飛後踢不行輸了 所以這關的話我覺得應該你就一直開我們就好了 那這關的話應該是不能AUTO了 這最..不知道是不是最後一關啦 這個的話呢 這一關的話是沒辦法AUTO 因為他AUTO的話他會把你開拍組之後呢 拍拍組之後他就把你自動 就切換成我們暴風了 那看起來暴風的命中率是頗低的啦 所以就 哈哈 打我們這個並肩作戰侵律這個 呃 關卡的時候呢就記得就是不要再開AUTO 因為AUTO的話基本上他會讓你死 死到很慘喔 好 那我們這邊再打一次喔 基本上的話應該就是一直開範圍機就可以了啦 然後拍組的話給皮卡丘開喔 空氣利刃就很夠用了說真的 而且基本上他兩條技能條真的是 就是有夠好用 你知道嗎 好想抽喔 我的天 用了之後就覺得 感覺拿來掛機打我們那個素材應該很好用耶 我們來看一下能不能幫他特空強化一下 這間好像都是強化自己的嘛 來個放買過來 然後直接開空氣利刃 那中間那隻的話呢 其實 我們慢慢打 還是打得贏啦 先把左邊的那兩隻都先打掉 打掉之後其實把這兩隻殺掉之後 可以再開拍組 然後用那個暴風 但是我覺得暴風基本上他的命中率是火低的 所以我可能就不會用 那我們這邊使用皮卡丘的拍組 然後再繼續用我們那個大鼻鳥的那個 攻擊來打他 盡量增高自己的那個 輸出量喔 然後我們就繼續等 那目前來說的話呢 我覺得啦 我覺得目前來說那個什麼 我覺得暴風的話命中率是真的火低 尤其是剛剛那一場直接兩下沒中 真的就很傷 但是如果中的話應該傷害會頗大的啦 所以大家就是自己去衡量喔 但是我是覺得這個 二費的這個就很夠用了耶 349已經滿痛的耶 而且如果我們是 把他抽到然後放在我們隊伍上 再加上我們彷徨夜裡的那些招式的話 應該是可以打出不錯的傷害喔 我們火焰鬼鬼鬼被踢死了 不過沒關係 這邊空氣利刃應該是可以 把他給打死 沒有問題 剉 那不知道這關是不是最後一關喔 來看一下吧 欸 那這邊上面還有耶 所以欸 關卡真的很多喔 我覺得這邊關卡還滿多的 我們再繼續看一下 那慢慢的就是等級越來越高了啦 那越高上面的話 應該就是不能再讓你開一些凹頭了 所以你還是 自己用那個二技把他們打掉 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喔 我們就繼續來打一下 看一下會不會有一些 就是比較需要思考的東西 這一次的話屬性比較不一樣 哇靠 可是 你看這個傷害真的是很誇張喔 真的是很痛耶 尤其你打一些小柔柔的時候喔 我們這邊先特攻強化一下喔 那目前來說因為他有給我們配置皮卡丘啦 皮卡丘基本上他是有那個補血技能的 所以我們就只要幫我們的那個大兵鳥補血 應該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了 你看這邊的話 因為全部都是吃我們那個 飛行系的 基本上很好打啊 而且我們這隻大兵鳥好像是 第一隻那個 飛行系的五星角色吧 感覺是這樣喔 我記得的話沒有錯的是應該是這隻 這邊的話321有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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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喔 而且對面的話要幫牌組了 我們先放皮卡丘的牌組 對面好像先放了 格鬥衝擊 衝誰 又是我們火焰小龜龜 然後這邊的話呢 我們是還有留了血量所以應該沒問題喔 皮卡丘 打勒 電死你 274有點不痛 但我們這邊有傷藥啦 所以是待會大兵鳥快要死掉的話 我們可以使用他 因為目前對面的這隻王也是 唉唷 你還是先給自己用一下好了喔 哇 這關的話可能就稍微就比較難一點點 所以我覺得後面的關卡應該就會再變得 再更難一點點喔 就是不會像我們一開始也可以Auto下去 這關可能真的要自己扣 因為如果全部都用我們那個的話 用我們那個暴風的話應該 沒有命中的話真的會很傷喔 可是我覺得如果快 他快死的話我們是應該可以用一下暴風 完了我覺得這邊 感覺不能這麼打囉 因為你看我們目前來說的話這樣子 兩倍真的是太低了 可是他這邊又不能讓你換角色 所以就蠻尷尬的 因為他如果能夠換一些能夠加技能條的話 應該是還好 而且對面的話可能要開拍擊了 哇 不行 直接被打死 這關的話可能就稍微有點難一點點喔 所以這個的話可能就要去研究一下 該怎麼打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火焰關卡的話還是有一些難度在裡面 所以大家的話可以來挑戰一下囉 好 那這個的話我自己試一下再研究一下喔 那看一下能不能在今天之前把他通關 然後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多人模式這邊的話好像也有 所以大家的話也是 之後再來帶給大家看這個SOLO模式 而且多人模式這邊是可以刷我們這個兌換券的 那兌換券就可以到我們活動那邊的那個 藍景那邊去兌換一下我們那些就是 升級券之類的東西喔 還有我們錢錢這樣子 好 那我們今天的話就稍微跟大家介紹一下 一點點小活動 因為這個關卡的話 可能要再去研究一下那個配置 那等下打贏之後呢 我再一關一關跟大家講一下 到底該如何出一些技能喔 那我們之後再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如果你已經把我們這個活動打完了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你們自己的讚法 給哲平知道 或是分享給其他學校幫助的觀眾朋友們囉 那每天早上10點中午12點跟晚上5點分 跟晚上7點跟晚上9點多的影片喔 大家來看一下啦 那到最後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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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